動画字幕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们今天因为是讲这个 题目是第三世界 如果我们把第三世界 关于第三世界的想法 把它简单地概括为 就是说我们发展中的国家 这个发展中的国家 它跟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 它是有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生活的经验 因此在革命的时候 你就要不能够按照 或者说不能够主要地按照那些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当中 形成的那些革命的理论 按照那些理论来展开我们自己的革命 我们必须开辟自己的革命的道路 而这个道路呢 不只是政治的道路 经济的 社会的 也是文化的和知识的 我把这个东西 如果把这样一个 说我们的第三世界的想法 是这样一套的话 那我就觉得 在现代早期 就是中国的现代早期 大概是从1880年 1890年开始 到1940年代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 是有积累了大量的 有关第三世界的想法 虽然当时没有用这个词 但是这样的思考 和这样的实践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它有很多 所以我现在 今天时间又很短 所以我只能够是介绍 这个那个时期的 关于第三世界的思考的 两个方面 一个是怎么理解 这个世界革命 第二个是怎么来创造 在这个理解 在这样的对世界革命的 这个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 和一个新的世界 这是两个方面 那我也不可能详细地 来介绍这两个方面的思考 所以我选两个当时的流行的词 来做一点介绍 第一个词叫做中国革命 因为那个时候 对于世界革命的讨论 很大一个部分是从讨论 从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 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个词是叫做农国 农是这个 农业 农村的这个农 国是国家的国 这两个概念 大概是在1900年 这个年 1900年 这个前后这个时期 当时中国人都 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姑且用这个词吧 已经有了一个 很明确的想法 就是中国需要一个 来一场革命 但是这个中国革命 它内容是 基本内容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牵涉到 它跟世界革命的关系 特别是跟 当时在西方展开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 这样的这个 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 革命的关系 那这方面呢 孙中山其实在1905年 他当时发表了一套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影响很深远 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他说这个世界各个地方的 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因此这个革命的道路 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因此他说中国的这个革命 就和欧美的资本主义 发达地区的革命 是不一样的 在那些地方 革命重点是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在中国和中国类似的地方 革命的主要的这个 这个对手 是帝国主义 是反帝国主义 反这个专制 是要争取 民族的独立 和人民的解放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够跟着欧美的 欧美式的那个革命走 要开辟自己的革命的道路 第四 这是他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估计 正因为中国革命是走自己的道路 所以中国革命可以同时完成两个任务 有可能完成两个任务 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 反消灭这个专制 第二个是 把以后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变得非常明显的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问题 也一起同时解决 把它这个克服掉 就通过一个革命 完成两个任务 孙中山说这个话之后 三年以后 另外一个比较相对年轻一点的 一个当时是持无政务主义立场的 一个革命家的刘诗培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 他说这个中国革命 其实是一场农民的革命 这个革命的主体是农民 而革命的主要对象 是以官僚 地主 土地所有制 官僚 地主 土地所有制 而这个革命 一旦展开之后 它最后会通向世界革命 而这个世界革命 被他当时是理解 描述为是叫无政府主义的革命 然后他在这样的论述里面 他提出了一条 就这条道路 就是农民革命 通向世界革命 我们后来看到 其实是在中国很多地方 还不只是中国 其他很多地方 很多的革命方案 都是不同程度的 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在走的 1921年 老资格的革命思想家梁启超 他再次来讨论中国革命 这时候他把中国革命 他称之为叫做社会主义运动 他说中国革命 它在一个跟欧美最不相同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 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怎么发展得很充分 但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祸害 最后的一个集中的地方 他这么分析 他有一个全球的说法 他说全世界其实是两大阶级 一个叫做国际资产阶级 一个叫做国际劳工阶级 他这个看法其实很像后来毛泽东讲的那个三个世界 只不过他没有在这两个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劳工阶级之间 他区分出一个中间部分 他没有 因为根据他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他有一个对将来的判断 他说这个在不远的 不是很远的这个将来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全世界的资本家 都把他最后的力量 最后的那个争夺 集中到中国来 因此在那个时候会在中国展开一场决战 如果在那个决战当中 中国的人民 中国的劳工阶级 能够战胜 全世界集中到中国来的 那个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话 那他说这也就是全世界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人民获得解放的那个最后的时刻 我是一个大陆的中国人 我站在今天 回想 回过头来看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 梁启超的这个预言 我觉得真是感慨万分 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的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我刚才举的这三个人 孙中山 刘思培和梁启超 是各方面都是 有很大差异的人 但恰恰是这三个人 当他们来讨论中国革命 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却表现出一种 很明显的共同点 他们都相信 都认为 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 不发达地区的革命 和那些资本主义 发达地区的革命 是可以 是互相联系的 因此是 可以是互相支援的 但是他们都更强调 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 这个两类革命的主要的内容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因此他们都认为 中国革命 以及其他地区的 类似的革命 都应该在各个方面 在思想 在动力 在对象 政治路线 行动模式 等等等等 要自己开创 自己的道路 最后他们也都觉得 那种要把在欧美社的 社会革命当中 发展起来的理论 拿到中国来指导 中国革命的做法 他们是非常怀疑 我在我的这个 我还会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是另外一个 当年轻一点的 一个思想家 叫施春彤 他的一篇很长的文章 是讨论 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他其实是把上述 那些我刚刚说的 这几个人的共同点 表达得更为清晰 而施春彤当 我不详细展开 他的具体的论述了 我只想说 他这个人的 整个这套论述 他最后也是强调 中国革命 跟世界革命 是不一样的 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他这个讲法 在当时 有非常大的代表性 我甚至有一个 比较粗糙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在那个时期 到二零年代那个时期 施春彤的这一套讲法 他是所谓三民主义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 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的非常重要的成员 后来加入国民党 成为国民党左派的 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这一套论述 大体上可以代表 是那个时代的 各种路线的革命者的 一个基本共识的表现 即使有一些 他的算起来 他算是共产党 但这些人的思想的 基本的底色 其实也就是 施春彤所表述的 这样一种 叫新三民主义的 这一套 有意思的是 施春彤他当时 概括的一个要点 就是说 中国革命和 和这个欧美式的 那个革命 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么 中国革命 照孙中山他们的 到施春彤的说法就认为 这两种革命是不一样的 他们共同构成了世界革命 但是当时 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时候 往往是一批 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这个革命者 他们认为 中国革命是 从属于西方式的 那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 而世界革命是由 主要是由西方式的 那个革命 做代表的 这是当时一个根本的分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说一个比较粗暴的话 在现代早期 在我刚刚讨论这个时期 反而是站在共产党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 是中国版 特别是苏俄版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这一套论述 就强调 中国革命是 从属于西方式的 那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 那个西方式的革命 这一套讲法 其实是最缺少 第三世界的视野 这是我先讲第二点 因为那个时候 1924年孙中山说得很清楚 中国革命 主要目的不是要 不只是要 主要目的不是 推翻一个专制的满清政府 中国革命是要创造一个未来 创造一个新的中国 这个是当时各派 中国革命者的共识 因此 当那个第三世界 设的那样的想法 变得很明确 讨论比较丰富的时候 就一定会从这样的想法出发 形成一系列 对于中国将来应该 创造什么样的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 很多很多的方案 其中 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的 今天来说就是张诗招 在1920年代中期 他也应该说是一个 老资格的革命的思想家 他所提出来的 一套方案 叫做农国 这是一种关于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 一个整体的构想 它的构想的一个关键 就在于是说要农的精神 要以这个未来的中国 要以这个农的精神立国 农的精神是什么呢 核心意思是两条 第一条 就你家里有多少米 你就煮多少饭 你要不要把别人家的米 也去抢来倒到你的锅子里 煮成你自己的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煮饭的目的是 为了家里大家都有饭吃 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这个 最重要的事情是 全家老小 大家都有饭吃 有人可以吃得多一点 有人可以吃得少一点 但是这个差距不能太大 这就是他对于农国的一个 当然他原话不是这样 我是把它翻译成 这个话来讲 而他认为工国 农是跟工相对的 工国就是工业化的工国 工国是相反 工国说这工国这个地方 它的人民的生活 它的经济 不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土地资源 也不是为 主要不是为 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而是要到全球市场上去 去获利 它其实指的就是 当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认为那样的一个社会 一定会搞成 国内资产集中贫富悬殊 有劳工阶级跟资产阶级 互相 这个 这个水火不容 所以他认为 农的精神和工的精神的 最关键的一个区别 就是 你是不是要去 抢别人家的米 所以你这可以看到一种 它在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当中 他在那个站在第三世界的 或者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 他来看待整个世界的那个眼光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思想底下 20年代到40年代 一系列的更为具体的方案 就开始被提出来了 我这个不详细展开了 有像我们今天很熟悉的 像叶阳初他们搞的那种农村运动 有梁树民那样的 所谓的乡村建设的运动 有费销通 后来提出来的 所谓乡村工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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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想 还有这个 攀光弹 在1940年代提出来的 这个所谓乡土的 史地教育 等等等等 非常多 而这些东西 不光是说是 它只是写在纸上的方案 它同时也是 非常实实在在的 非常具体的 甚至是 大规模展开的社会运动 所以 我这个例子 我都不详细展开了 我是说 你从这些 你可以看出 所谓第三世界的 这个视野 第三世界的 这个思想 它在那个时期 它是怎么样 它是如何是通过 这个 这个思想的讨论 最后激发和 落实为各种各样的 社会运动 和群体性的 这个实践 而且这些实践 一直在今天 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留存到我们 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 在那个时期 当大多数的 中国的这些革命者 在想象 未来中国的时候 他同时想着 这个中国是跟 未来的整个世界 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 当他们在构想 未来中国的时候 不但是构想 中国会怎么样 也是在构想 未来中国和世界上 其他地方 怎么的关系 是怎么样 怎么打交道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还是很 还是很 就是说很 很弱的一个国家 但是那个时候 就开始有了 就是 一系列的警告 就是中国将来 强大了 富强了以后 绝对不能够 也变成一个 西方资本主义 式的那样的 一个霸权 这个里面 张太炎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那是在1907年 他说中国人 要实现自己的 民族主义 他就 那他必须要去 支援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 被压迫的民族 他说但是如果 有人要在这个 援助其他被压迫民族的 这个过程当中 用这个方式 借这个方式 来扩张中国自己的利益 他说我们要明白 这是犯了不可赦免的死罪 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 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 他也再三地强调 以后中国强大了以后 绝对不能学西方 帝国主义的样子 去欺负其他国 去灭人家的国 重蹈覆辙 所以正是因为在对中国 对世界 对内对外 都有了这样的 很多很多这样的思想 我们今天才可以说 在那个时代 现在在中国的思想当中 确实已经形成了 非常相当丰富的 关于第三世界的思考和实践 但是这个要在中国 这个实践要 思想要继续展开 要继续发展 是非常困难的 原因非常多 我这里只简单举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整个的 现在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整个人类的知识生产 就飞快地就形成了一个 像西方一面倒的 这样的一个 知识生产的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 当时的中国的 这些思想家 面对非常大的 知识生产上的困难 一方面 他们面对的是 用西方的那些主流的经验 没有办法充分解释的 中国的现实 但另外一方面 在理解中国现实的过程当中 它又越来越上市 中国传统的思想 跟政治的这个智慧的资源 在这个情况底下 很多很好的想法 很丰富的思想 不容易长大 长不大 很多都是停留在 这个非常粗糙的 甚至是初步的 这个阶段上面 这是一个第一点 第二点 更大的一个困难 是 现实 严酷现实的压迫 因为你面对的 这个黑暗很强大 然后 这个 失败的经验 压迫不断地失败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 很自然地就会有那种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想要比较快速地解决问题 就会有这样的冲动 因此 我们今天叫政治功利主义的 这个部分就会很膨胀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运用这种 逻辑很强劲 结论也很判断 很明确的 那些来自西方的 现代的革命理论 它就会特别在 这个现实环境的 这个刺激下面 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特别是当这些理论 已经积累起了 相当的思想 乃至社会 政治 军事的实力以后 苏联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这些对当时的 中国的革命者来说 你要抗拒这些诱惑 自己去发展 自己的思想和实践 变得特别的困难 所以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 这个第三世界的 这个关于中国 关于第三世界的 这个思想 那那个时候 有那么丰富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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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和累积 但是 后面走的路 非常 非常不顺 万龙会议 在中国 六十年以后 才开始被 想起来 我们原来前面 有一个万龙会议 今天才来 开始来 来纪念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 当年的 在中国的 第三世界的 这些讨论 所面对的困境 在中国是多么厉害 而且这个困境 在今天是全世界 绝对不只是中国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乐观点说吧 这个 终于又想起来了 总还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这个道路 曾经是被 在中国是被 彻底的抹掉的 但是现在 总算想起来了 开始来讨论了 只要还有人 继续开始走 这个已经断掉的路 我觉得还有可能 重新伸向远方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